北農你知道 我说50几例 其实这也是过去 差不多50天累积起来的案例 从趋势上看起来 整个台北市的疫情是在减缓 北農群聚案引发全台关注 客问着始终显得老神在在 一连三天北農快筛 也有初步结果 快筛了3200个 其实阳性才11个 这个11个不多 其实你要是给它 换成那个百分比来看的话 大概0.34% 在北農并没有所谓的感染特别多 强调会在24号凌晨全数快筛完毕 拿出数据要大家别担心 不过中央可不敢大意 指挥官陈时中提出市场六大防疫作为 包括全面筛检 未持有6月20号以后 阴性证明者不得入场 筛检站设置得临近市场 而且建议只进行PCR裁剪 跟北市目前快筛加上PCR双管旗下做法明显不同 那两个一起做我也没有反对 那两个我只是担心 就是说两个一起做 那每一个的快筛的部分 那就要等一个时间 那既然后面也要再做PCR 那事实上这东西是不是可以加快 今天的相关的快筛 我们只做快筛 快筛阳性的我们会做PCR 那快筛阴性我们会给证明 让他们今天晚上 今天到深夜的时候 到明天凌晨 他可以顺利的入场 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生计 北市这回采纳中央做法 快筛阴性者可直接拿入场券 不过北农事件中央地方角力不断 就连视察也要亡不见亡 陈时中陈吉仲前脚刚走 柯文哲六点半就抵达 我的行程是早就排定 今天六点半要去北农看一下他们的设施 至于说四点钟 陈时中要特别跑来 我们只能表示欢迎 我们不能说不让他来 不可能 确实这些事情都是 没有所谓的接管 苗栗也没有所谓的接管 就是中央跟地方 那还有相关的营业的场所 几个三方来合作 才会把事情做好 撇清接管传闻 毕竟防疫药滴水不漏 中央跟地方缺一不可 环宇新闻林伟 薛料品居引退报道 请您继续锁定环宇新闻网 以及YouTube环宇新闻频道 并且记得订阅 开启小铃铛 接收更多全球新闻报道